我去 什么声音 熊大 你快出去看看什么情况 好的 你在这里看好光头墙 保证看得好好的 阿卫 怎么回事 咦 人呢 我去 这窗户玻璃怎么碎了 怎么这么多血 好像是从屋顶上流下来的 赶紧上去看看 希望阿卫不要出事 我还指望他给我恢复原样呢 我可不想一辈子顶个猴脑袋 阿卫 你在上面吗 我去 上面的血腥味真的好大 卧槽 阿卫你怎么了 又一个送上门的 今天让你们这群蝼蚁吃不了兜着走 呦呦呦 还挺凶呢 小鸭 以后你就是我的部下了 之后见到我把头低下做熊 好的老大 俺知道了 怎么还在转 熊大 你回来了 你怎么出去这么久 刚刚外面那是什么声音 没事 那声音就是有人在放鞭炮 好的 我去上面休息一会 熊大今天怎么看着这么奇怪 我得赶紧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卧槽 玻璃怎么碎了 熊大果然有问题 这还有这么多血迹 阿卫不会已经被害了吧 那只猴子也不见了 那只猴子也不见了 怎么又送上来一个杂毛 跟我作对的没有好下场 是你逼我的 就这还想跟我斗呢 简直不堪一击 这下我一定好好伺候你 给LV报仇 小子 想报仇再练两年半吧 哈哈哈哈 臭狗熊你也有今天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我有一个办法 机械墙的遥控器在我的卧室 都被绑起来了 怎么去哪儿 有了 是熊外的脑电波 不好 熊外有危险 小弟这次多亏了你 把他帮绞弱吧 好嘞 你没良心开的黑心饭店 我就 一会儿给你电烧楼 叫停不呢 非常阶互 。 好